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区的一套2013年的房子 这个房子2490来尺的居住面积 里面真的弄得很温馨很漂亮 进来看看 现在有客户在看房 但是他已经很喜欢这个房子了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样调高的一个走廊 进门的走廊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dining room 他的调高都非常好 然后石木地板都是比较高端的 然后主人确实弄得也很温馨 30万美金的报价 学区非常好 所以刚上市啊 所以挺受欢迎的 我个人很喜欢 觉得很温馨 院子弄得也超漂亮 然后这边呢就是他的厨房 都有烟道 因为这房子很新 是2013年的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藏在里面的烟道 看到那里 所以都可以装中式的车云机 这房子入伙投资真的都非常的棒 然后这边一个储藏室 是储藏植物的 然后另外一边客人用的洗手间 你看他有些房子漂亮的用心之处 就是你看洗手间 他刷了不同的颜色啊 就会让你觉得很好看 就是他挂的一些小挂石 就能看出主人对房子的用心 然后这边呢是落地窗 然后一个早餐厅 院子弄得也很好 一会儿我们出去看 整个房子很亮套 虽然不是通天的高脑天 但是他这个一楼的巧高 也基本上是在15个岁左右 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这边呢 这些我不开的门都是储藏室 一进来你看落地窗的一个主卧 整体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床是Kim的床 然后看出去的这个院子 种的花儿 种的很好看 这样子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不是很大 因为毕竟这房子的面积不是特别大 然后这个玻璃这儿 还有点脏脏的 但是这个都不是主要的问题 一收拾就好了 整体还是非常干净 很整洁的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是一个马桶尖 然后旁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样的一个衣帽间 就是一楼的状况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这是一套2013年的二手房 主人有三个宝贝 他们现在这房子有点小了 要换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出售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给孩子做的一个小空间 这儿好好 我本来还以为给狗狗做的 后来我发现 是小朋友在这儿 躺着 在这儿看书的一个小空间 好可爱 铺了地毯 然后旁边呢 是一个洗衣房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 然后一上来这边就有一个 也是储藏室 然后呢 过来两层呢 那边有房间 这边有一个房间 我们先去那边房间看看啊 哇 好漂亮 哇 它弄的这个地板好好看 这个这个墙板好好看 哇 小公主的感觉 我女儿要是看到的话 腰风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小朋友的小桌子 这家做的真漂亮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game room 小小的 然后那里面呢 封起来了 这个主人自己做的 坐着一个房间出来 正好是用主人办公的位置 真棒 然后在旁边 有两个卧室 然后过来呢 是先有一个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卧室 然后另外一面 也是一个卧室 我们过来看看 我们过来看看 这是一个卧室 然后所有的卧室都有这个储藏室 我只是没有一一的慢慢打开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看 这是楼上的洗手间 这是楼上的一个洗手间 然后里面是淫浴 然后再往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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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外一个卧室 因为他们有三个女儿 所以她这个卧室做的都真的好漂亮 我女儿要是看到这么漂亮的公主花 又该一惊一扎了 好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她的院子 院子里种了很多粉色的花也很漂亮 我们来看看院子 整体的感觉真的很亮 一出来院子不是很大 然后这边有一个派丢 然后那边又做了一个派丢 然后所有的派丢下面都是这种铺的大石头 这种路 很温馨的一个小院子 然后种了一些小花花 草草 一点点院子 就这样子 也不太需要打理这样一个院子的空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所在的区域 什么地方吧 派丢的Kitty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学区非常好的南Kitty的部分 也就是我今天画出来的这一大部分 这一大部分都是叫南Kitty 如果在大地图当中呢 就可以看得出 这一大部分的位置 整个是休斯顿的大地图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区域就是这边 这就是学区非常好的休斯顿南Kitty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房子正好在休斯顿南Kitty的一个比较中央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的学区也非常好 到各种各样的位置都很近 因为我们看我们视频久了的观众都知道 这个亚洲城就在这儿 中国城就在这儿 所以Kitty是华人很多的区域 也是学区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区 现在在Kitty的房价也是水涨全高 所以30万能买到的这样的学区非常好的房子 喷顶的速度非常快 卖出的速度也很快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房子到Asian Town 很多地点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它到Chinatown的位置 这边到Asian Town的位置的话 差不多是27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离 离这儿非常近的Kitty Mill这个商场的距离 到商场的距离是15分钟 如果看这个房子到附近最大的一些超市的话 其实都不用看距离了 我在这儿给大家画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从这个房子到附近的超市 就是这样走出社区 这样 就到超市了 这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超市 也就是5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走着都能到附近最大的超市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具体的位置 生活非常方便 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联系GG 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